法國的地質學者安塑葉 在臺灣研究地質 非常多年了 三十年來培育出了十位地質的博士 也留下了這個珍貴的野外地質調查 他更把臺東的池上斷層 推上了國際的地質舞臺 對臺灣貢獻非常的多 而公式的計時節目大地之心 一位這個斷層上的法國人 也特別記錄了他在臺灣的故事 一起來看 法國地質學家安塑葉 筆劃至十筆 試圖要讓學生更了解 臺灣地質生態 在實際探勘後 更親自一筆一畫 記錄下他所看到的臺灣地質樣貌 在那個筆記本裡面藏了好多 他的頭腦的秘密在裡面 就從裡面學了非常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受用的 一九八一年 第一次造訪臺灣東部的 法國教授安塑葉 發現臺灣根本是天然的地質教室 從此與臺灣結下不解之緣 每年寒暑假穿梭在臺灣各地 甚至在臺東池上發現臺灣的心臟 九二一地震後 安塑葉更三次訪臺 著手更大規模的研究 再在顯現他深愛臺灣的心意 雖然安教授已經過世十年 但導演透過訪問親友 學生 完成了紀錄片《大地之心》 那我覺得看了這部片子以後 大家就會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回到自己的原鄉 我們要從腳踏的那個心臟開始來認識 《大地之心》引導觀眾 探索臺灣島嶺的奧秘 也感謝有這一位專家 為臺灣野外地質調查奠基 希望他的精神能影響更多人 一起愛護土地 守護臺灣 華視新聞 劉慧張淑敏 台北報導